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英美等西方國家大量胡助烏克蘭反坦核武器 其中最有名的是美國的飆槍飛彈和英國的NOR 據報導,其中NOR擊毀了俄羅斯30%損失的坦克,可見它出色的性能 NOR,也稱為NBT Law,是在21世紀初由英國提出的新一代反坦核武器研發項目 由瑞典的申保和英國的泰勒斯得標和共同研發 英國國防部在2002年5月選定了NOR做新一代的反坦核武器 每個系統具有大約20年的保值期,而英國就總共買了14000枚NOR NOR是一款軟發射的反戰車導彈系統,可以在城陣戰內給步兵一個封閉的空間之內使用 發射時,火箭首先以低功率的點火由發射器入面發射出去 在火箭經過好幾米的行程直到飛行模式後,它的主火箭就會立即點火,開始推動飛彈直到命中目標為止 雖然NOR就不具備導引功能,但在瞄準時電腦會預測目標的走向和速度 射程可以達800米,造價大約是4萬美金 在作戰性能上,NOR介乎於有導引能力,可以射後不利的標槍飛彈 以及好像AT4這些射程只有幾百米的無導引反坦核武器之間 而NOR的造價要比標槍的20萬美金的價錢便宜很多 一枚標槍相對於幾枚NOR 所以對台灣來說,NOR在性能和價格上都是對標槍飛彈很好的補充 台灣整個島都缺乏平原,西岸城市化程度高 坦克和步兵的交戰距離比較短,很適合反坦飛彈作戰 台灣東岸可以比坦克登陸的地方很少 就算真的有解放軍的坦克在東岸登陸 台灣軍方也可以依托城鎮做防守 所以台灣的地理環境是非常適合反坦武器去操作 台灣陸軍現在基層單位所配備的主要反坦武器 還是台灣生產的陸陸火箭 台灣的機械化步兵班由3.5組成 其中2.5由4人組成都會有一名火箭彈兵 陸陸火箭即是美國的M72Law 服役已經超過35年 雖然台灣陸軍已經購買了自製的紅准反坦火箭 但只有5000枚 而且性能也大概像AT-4 有效射程大約400米 當然台灣也有買標槍和拖食飛彈 但因為價格很高 數量就不多 現在大約有900枚標槍 但就不可以像美軍一樣配備基層部隊 只可以配屬給比較高階的部隊去集中使用 而N Law 就可以在標槍和紅准火箭彈之間填補數量和性能不足 在成政作戰中 N Law 的弓頂模式比起紅准火箭彈的戰力要強大得多 紅准火箭雖然射程有400米 但是它直接攻擊模式的穿透力只有400毫米軍式摘降 對於解放軍的主戰坦克都不可以穿透 但是N Law 就可以用弓頂模式攻擊和擊毀解放軍的主戰坦克 當然N Law 是英國和瑞典研製的武器 以現在的情況來看 英國和瑞典兩國都不可能直接買武器給台灣 不過 隨著西方和中國的關係越來越緊張敵對 英國和瑞典兩國國家就算不可以直接向台灣出售武器 但如果台灣和美國都認為有需要 應該可以由美國購買N Law 而轉售台灣 這個問題是可以解決的 所以 台灣陸軍以現有的軍費 在反太克武器的配置結構方面 應該引入N Law 反太克飛彈 以可以負擔的價格 去大幅增強它的反太克能力 好多謝大家看完我的影片 如果喜歡 記得按LIKE 分享給朋友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我已經開設了Youtube頻道會員功能和Patreon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